我国在出全新式武器钻地导弹技术惊艳全球 据说可以钻进地下数十米后再引爆爆炸的威力堪比地震的爆发 是世界导弹领域的掩体克星 而它就是我国导弹系列的最新杰作东风15C钻地弹道导弹 到底是虚名还是真的有实力 它和美国和俄罗斯引以为傲的钻地导弹相比 到底谁会更胜一筹呢 提起钻地导弹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GBU57巨型钻地弹 确实美国一直是钻地导弹方面的赢家 然而最近我们国家最新推出的一款钻地导弹 让美媒大为震惊 那就是东风导弹家族的新成员 东风15C钻地弹道导弹 早在2006年的时候 美国媒体就曾经透露过 他们发现了我们国家正在研究一种新的武器 中国正在试验一种与众不同的短程战术地对地导弹 这种导弹是我们东风15型短程弹道导弹的改良版 相当于这种新型武器要比东风15型短程弹道导弹 更快更高更强 当时美国媒体还披露出一组相关照片 它有一个外形怪异的大长径比战斗部 看上去特别可怕 于是乎美国媒体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钉子 美国媒体口中的钉子就是东风15C钻地弹道导弹 那么这个东风15C钻地弹道导弹到底妙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角度细说 第一点就是各位最关心的性能问题 东风15C导弹那可是一个超级巨无霸 射程最远可以达到700公里 一眼望过去 东风15C钻地弹道导弹 有一个细长圆柱形战斗部 也就是藏导弹的地方 它可以安放弹头长2.5米 直径500毫米的导弹 虽然东风15C钻地弹道导弹没有实战出场过 但是它的命中率却十分的精确 可以达到分米的级别 同时东风15C钻地弹道导弹还有两种战斗部 其中钻地战斗部重量为1000公斤 材料是厚壁乌合金穿甲弹体 内部装填高爆炸药 反跑道战斗部重量为1200公斤 可以搭载反跑道子母弹 那是一点都不耽误 第二点是它的作战模式惊人 东风15C导弹最末端触地瞬间速度 接近6马赫 这个速度在世界上那也是遥遥领先 我们此前提到过 东风15C导弹的一大特点 钻地模式惊人 它的弹头头部呈钝形 这也是我国钻地武器历史上 头一次如此设计 而这其实也是大势所趋 大部分的国家都开始研发 各种各样型号的钻地导弹 此前的钻地导弹 只能达到地下大概30米的位置 所以各国纷纷都希望能够突破这个底线 从实际情况来看 一些有能力的国家 开始不断地研发钻地导弹 往更深的地层下构筑重要的军事设施 多山脉的国家则选择更厚的山体 将其掏空修建山体防御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将更深处的军事目标摧毁 就必须要不断突破 而我国的东风15C导弹 也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这种武器到底是如何设计的呢